嘿大家好,这是Lie,欢迎收看今天的影片 最近收到了很多网友的留言 因为工作的关系 另外呢,因为有一些问题 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可以说得清楚 所以呢,没有及时回复这些网友 希望这些网友可以见谅 但是最近收到最多的留言 是关于最新推出的这个蓝盘的 Dito Black Bay 58这块手表 很多网友呢,让我做一个影片 来聊一下对这款手表的看法 另外就是在现阶段 值不值得去购买这样一款蓝盘的 Black Bay 58 另外呢,我也看到了一些网友的留言 说我最近关于手表的视频 没有做wrist check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做一下wrist check 今天我佩戴的是这块 劳力士41毫米的digest日志 同样也是蓝盘的 OK,那么说到Dito手表 在我们这个频道之前 也有做过关于Dito手表的影片 我自己呢,也拥有过几款Dito的手表 比方说泰金属的Pelagus 和青铜的Black Bay 我都非常的喜欢 我一直都建议很多网友 如果你的预算是在3000到4000美元之间 最值得买的两款潜水表 一个就是Dito的Black Bay 另一个就是Omega的SeaMaster 具体点说呢,在所有的Black Bay表款当中 我最推荐的就是Black Bay58这款手表 在所有的SeaMaster当中 我目前最推荐的就是SeaMaster300这款腕表 OK,那么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Dito的Black Bay呢? 第一点呢,还是因为Dito和劳力士的关系 在我们以前的影片有跟大家介绍过 Dito呢,是劳力士的兄弟品牌 在最早期Dito的Submariner 跟劳力士的Submariner 它的表壳呢,都是在同样的产品线生产出来的 所以呢,最早期的Dito的Submariner 是非常具有收藏价值的手表 虽然在现在看 Dito的Black Bay手表 跟劳力士的水轨手表有很大的不同 看起来呢,是两款完全不同的手表 但是Dito Black Bay手表的一些属性 包括它的做工、设计和它的机芯 都是具有劳力士血统的一款腕表 所以呢,如果你非常喜欢劳力士的水轨 但是你的预算又非常有限 一定要推而求其次的话 非常建议你去选择Dito的Black Bay腕表 那么除了Dito跟劳力士的关系 另一点Dito Black Bay手表 受人们喜爱的原因 也是因为它的设计 在手表市场上众多的潜水表当中 Dito Black Bay的潜水表 是一款非常具有辨识度的腕表 首先它手表的指针就非常的特别 它的时针和秒针的指质上 都有雪花状的这个小方块 非常的特别,具有辨识度 另外它的表冠也采用了这种oversize的表冠 旋转起来相对于很多其他品牌的潜水表 非常的容易 另外就是Black Bay潜水表的表圈 相对的比较圆润 没有那么的有棱角 这个呢也是它自己独特的一个设计 所以Dito Black Bay的腕表 一个是它的品牌 是劳力士的兄弟品牌 它也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 另外它的设计非常的有个性 它的做工和打磨 在三四千美元这个区间5内 也属于上乘 所以呢才有这么多的人 喜欢Tito的Black Bay 也是我自己非常推荐的一款腕表 那么Black Bay这款潜水表 是Dito在2012年开始推出的一款复古的潜水表 在2012年到2016年之间 Dito为Black Bay一直使用的是瑞士ETA的机器 从2016年之后 Dito开始为这款腕表生产自己的in-house movement 它的代号呢是MT5602 最开始的Dito Black Bay的腕表 它的表径呢是41毫米 它的厚度呢要达到将近15毫米这个厚度 虽然41毫米的表径听起来感觉没那么大 但是这款腕表戴在手上还是比较显大的 另外呢也不适合很多手腕相对比较细的人群 所以呢很多喜欢这款腕表的表友 向Dito反映 可不可以做一款表径相对比较小 而且相对比较薄的Black Bay呢 那么Dito这个品牌就听取了很多表友的建议 就推出了这样一款Black Bay58 它的表径只有39毫米 而且它的厚度呢从15毫米缩减到了12毫米 非常的薄 这样一款运动型的手表搭配西装 衬衫穿都没有问题 而且基本上可以适合大部分的男士来佩戴 但是因为这款腕表的表径变小了 之前生产的Black Bay的机芯 就没有办法放到这个表的表壳里面 所以Dito又为这款Black Bay58 生产了一款全新的in-house movement 它的代号呢是MT5042 那么Dito最早推出的Black Bay58 是黑色的表盘加上黑色的表圈 是一款非常经典的配色 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这款腕表 在今年Dito就推出了这款全蓝盘的Dito Black Bay58 这款全蓝色表盘蓝色表圈的Black Bay58 也呼应了Dito最早期的submariner 全蓝盘的这个全水表 很多表友也把这款腕表称为Blue Bay或者Blueberry 我自己呢又非常喜欢蓝色表盘的手表 所以Dito今年刚推出这样一款腕表 我看到了这款腕表的图片 我就非常的喜欢这款腕表 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 Dito呢也推迟了这款腕表的发售 在现在呢很多的AD才陆陆续续的开始发售这款腕表 如果你不是你自己AD的VIP客户 或者你跟你自己的Ostress dealer没有一个很好的关系 在现在这段时间是相对比较难购买到这款蓝盘的Black Bay58 所以在二级市场现在这款表呢是有一定的吵架的 这款腕表配有全金属表链 在官网的售价是3700美元 配有布置腕表在官网的售价要达到3400美元左右 但是目前在二级市场都要加价6到700美元 才能购买到这样一款全金属表链的Black Bay58 有一些表友给我私信 问我在现在这个期间 值不值得加价去购买这样一款Black Bay58 另外这款腕表是不是非常限量 在今后呢这款腕表的价格是涨还是会跌 首先在目前我自己不建议大家去加价购买这样一款Black Bay58 在之前帝多刚推出那款黑盘的Black Bay58的时候 那款表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也出现了一表难求的情况 所以很多人也需要加价购买 但是之后呢帝多就补了很多货 相对的比较容易能买到 甚至呢在专柜购买也有一定的折扣 这款蓝盘的Black Bay58我觉得不会特别限量 现在呢只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在很多地方的Ospers dealer可能还没有开门 所以很多表友在自己本地的十几店铺 是很难买到这样一款Black Bay58的 这样呢就形成了seller market 是一个卖方的市场 就导致这款腕表的价钱在目前这个时间一直在涨 但是我觉得这个状况不会持续太久 我觉得过一两个月之后 这款手表呢就会相对的比较容易能买到 它的价钱呢也会降回到原价左右 所以在现在这段时间 如果你可以直接到你的Ospers dealer 以原价购买这款腕表 我是比较推荐你去购买这款腕表的 因为我自己也是非常喜欢这款蓝盘的Black Bay58 好了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儿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呢 不要忘记过这个影片点赞留言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影片再见 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Peace I'm out